天气冷不少民众会使用电暖炉或是热水带来热肤驱寒 不过提醒您要小心了 接触热源过久的话 恐怕会导致火逼性红斑爬伤身 有皮肤科医师指出 他的一名患者因为开完刀勤于热肤 结果热肤时间过久了 皮肤长出了网状红斑 医生就提醒像这样的火逼性红斑 其实症状行为的话 远离火源就会自然的好转 不过要是长期反复的发炎 就有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 户外寒气逼人 赶快躲回室内 用电暖气暖暖手脚 或拿出热肤带温温肚子驱寒 但要是时间过长 担心不知不觉 火逼性红斑会爬上身 皮肤科医师沈梦翰指出 他有一名患者近期刚动完膝盖手术 骨科医师建议可热肤促进复原 而患者很勤劳 每天连续热肤30分钟 结果腿上浮出网状的火逼性红斑 其实只要皮肤长时间接触热源 导致皮肤发炎出现网状红疹 就要怀疑是火逼性红斑 症状轻微的话远离热源即可自愈 但如果皮肤反复发炎 长期下来恐怕会酿成皮肤癌 不要热服得太久 就是也不要太疼 尽量就是要隔着一个条毛巾 然后服务大概20分钟左右就要休息 像是乳素灯 还有就是热服袋 这些的都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状况 生活中的热源都有可能 不知不觉对皮肤造成损害 天冷像暖暖身也要注意温度和时间 这次你跟二弟太北报道